据人民日报海外网2月26日报道 当地时间2月24日 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在新加坡附近海域 与新加坡海军组织海上联合演习 演习主要包括通信演练 编队运动 联合搜救等科目 此次海上联合演习 中方参演兵力为052D型导弹驱逐舰贵阳舰 054A型导弹护卫舰早装舰 新方参演兵力为钢1号导弹护卫舰 主旋号滨海任务舰 2月24日15时 双方舰艇在新加坡海峡东北海域会合 随后双方舰艇组成单纵队开展编队通信演练 在通信演练中 贵阳舰分别向其他三艘舰艇发送两组战术信号 刚1号向贵阳舰发送两组战术信号 双方信号传递准确率达到100% 15时30分 中心舰艇开展联合搜救演练 新方主权号通过甚高频电台发送落水人员模拟位置点 双方舰艇根据海水的流向 流速以及落水人员预险发生时间和飘逸时间 计算出可能失事区域 组成搜救队形展开搜救 参加此次中心海上联合演习的贵阳舰和扫装舰 均来自人民海军第36批护航编队 此前该编队已执行了38批52艘中外船舶护航任务 并于2月中旬在巴基斯坦卡拉奇近海海域 顺利完成和平二腰多国海军连演 对于此次中心海上连演的意义 海军研究院研究员张军社表示 此举彰显了两国共同应对风险挑战 维护南海航行安全 捍卫地区和平稳定的愿望和决心 像他冿者 加尔 接触